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黄居正 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教授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台湾正名跟加入联合国 这个已经跟台湾的政治 社会 已经纠缠已久的问题里面 一个现代的思考 尤其是这个思考应该连接到 台湾最近所面对的情势 我想我今天就把这个问题 分两个部分来讨论 上半部分是讨论说 那么跟台湾正名以及加入联合国 这个议题相关的一些必要的思考 下一个半段则是想要讨论 台湾以现在的处境 那要加入联合国 或是所谓的参与联合国 那它的必要性 它的方法 那以及当然一个小小的结论和建议 那上半段呢 我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台湾现在所处的法律地位 那跟加入联合国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连带着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台湾必须要透过正名的方法 来加入联合国 而不是所谓的返还 或者是说参与联合国 联合国是 二次大湾结束以后 所成立的一个最大的国际组织 那尤其是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联合国只不过是一个 国与国之间沟通的平台 那这样子的平台 其实有很多的取代性 那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透过 包括文化活动啦 透过NGO活动 来取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那不过大家都可能 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到了今天 联合国的会员国有193个 那这些国家 大概大大小小 已经代表地球上 几乎所有 可以被称为国家的政治体了 那也很少有一些领土的人民 是没有被这些会员国所代表的 所以也可以说 联合国就是一个最巨大的 政治组织 那这个政治组织呢 大家在里面协调 彼此之间日常的冲突 或者是能够解决 彼此之间所抑郁要共同追求的一些利益啦 或是权力的分配 那甚至呢 应该说透过这样子一个互动关系呢 来去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的标准 那这个文明标准在联合国宪章 其实里面有被揭露出来 那包括呢 应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啦 那应该要促进人类的永续发展啦 那应该要那么强化这个人类之间的合作 来开发一些还没有被探索的资源 那这个是一个所谓对新的文明的愿景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说 台湾目前所处的这样子一个地位呢 使得台湾没有办法被镶嵌进去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系统里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最紧急的条件的考虑来说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台湾被其他的国家武力攻击 或是说侵犯的时候呢 那联合国宪章里面所揭示的武力不行使原则啦 或是说和平解决冲突的这些原则 到底可不可以适用在这个非会员国的台湾 那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当然要考虑的就是说 以目前台湾的法律地位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 或是说联合国对于台湾这样子一个法律地位的领土呢 它的代表性的评价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 过去占领台湾的中华民国并非完全跟联合国没有关系 我想在所有的文献或是先前节目里面 大家都有提到在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 那里面呢 明白的宣示 所谓的中国代表权 那将会由我们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取代 或是说回复 那至于说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 它的蒋介石政权呢 则应该要把它从非法占据的席次里面去驱逐出去 那这是2758号决议里面所明白宣称的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中国的代表权在联合国里面 其实从来就没有被取代或是消失过 那这个中国代表权其实都一直存在 联合国宪章到现在所使用的这个中国的代表权的名称 还是中华民国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误会认为说 那既然中华民国还在宪章里面 那是不是就顺理成章的可以成为联合国会员 或者是说还是联合国会员 那这个其实在多数学说里面都已经认为说 是没有基于条约解释的原则 另外当然也是各个联合国会员国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不容易变更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那么分裂成为很多的国家 那到目前呢 宪章关于苏联这个名称也没有改变过 那只不过是他现在被俄罗斯给继承了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理解 至少目前占领 或者是说呢 统治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 确实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这个事实 那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 那么在所谓的中国代表权的移转之下呢 来参与联合国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清楚 台湾的法律地位 以及在这个法律地位的条件之下 怎么样参与联合国 那我想国际法上面的多数学说 大概都很清楚地说明了 那么台湾目前是仍然处于一个地位未定的状态 那这个地位未定的状态呢 那么就跟很多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被战胜国给占领 但是还没有完成独立的领土呢 的地位状态是很相近的 那很不幸的当然就是说 这些领土呢都纷纷的 要么不是独立了 要么就是成为其他国家的这个 一个托管地 然后呢 透过这样子一个托管国呢 来参与联合国 只有台湾是例外 那台湾当然我们不能说 它毫无国际法上面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不会接受说 它现在是中国一部分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两个极端之间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决 我们台湾跟联合国之间关系的问题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就是说这个未定领土状态呢 它是一个在国际的一般默认之下的 一个特殊权利的政治体 那联合国是允许这样子一个特殊权利政治体 来参与它的活动的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和确信的话 我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它的方法呢 就会比较有信心 也会比较有正确的路径了 好 那我想上半段呢 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休息一下呢 我们再继续后半段的议题 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正名加入联合国 那上半段我们讨论到说 我们认识到台湾目前的法律地位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比较有自信 也比较能够通脑清楚的去判断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入联合国的方法 那我刚刚已经提到联合国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那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国际组织 那它的所有的行为当然都是要受到 它自己本身所订定章程的限制 所以在这章程之外呢 我们其实是找不到什么其他比较简易的 或是便宜的方法来去加入它 换言之就是说呢 所有国际组织 当然包括联合国 以及它所下属的专门机构 都严格受到这个章程的限制来决定 是不是可以允许一个新会员的加入 或者是说 那它就算不是取得完整会员资格 那至少呢 也可以用所谓观察员啦 或者是说 其他的身份 来去参与他的活动 那我都知道 过去常提到说 那被邀请加入联合国成为观察员 或者是说国际组织成为他的宾客 那甚至在国际组织 它的大会里面呢 那非常设论坛里面 来参与活动或是演讲 那我想这些方法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它确实有使台湾的人民呢 有机会在国际组织里面曝光 但是它绝对不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加入联合国的正式方法 那要加入联合国 还有它下设的专门机构 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宪章啦 或是章程里面 最正式的 最合法的 而且最永续的方法 当然就是成为他的会员 那多数的国际组织 对于他的会员呢 都要求必须要是国际法的主体 就是国家 那有些不是国家 但是还是有成为会员可能性的 当然就譬如说跨国家组织 像欧盟 那或者是说呢 某一些区域性的组织 那我们也许因为 在事务上面需要他们参与 所以我们给予他 一个特殊的会员级 那台湾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可是台湾这样子一个地位 是不是还是有可能来参加联合国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那最直接的方法 我们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式的 那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的国家 来申请加入联合国 那讲到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联合国并不是 只要你是国家就可以参与 我们虽然常常听到 所谓会集普遍原则 可是联合国现场里面 对于一个国家 是否能够成为他的会员呢 还是有条件限制的 那我们当然必须要按理会的提名 也要经过大会的通过 那按理会的提名 事实上是细于这些常任理事国 和非常任理事国 他们的主观判断 那他们不需要提供给你任何理由 来解释为什么不让你参与 那在过去 那世界上的实践也有例子 那像比如说欧洲的国家 就会觉得说 如果他是一个专制的啦 不民主的啦 或者是说违反人权的国家 我们很可能也不尽然会立刻允许他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所以我想这点的话呢 我们只要熟知 我们就不会常常会觉得说 那加入会失败啦 或者是说我们会被否决啊 我想巴勒斯坦或甚至科索沃 或是其他的 那么在联合国成立以后 才独立的国家 在加入过程中 其实也不是每个都那么顺利 那以巴勒斯坦来说 那么一直到几年前 他才正式的成为联合国的观察员 还有包括UNESCO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员 那这是我们所提到的最正式的方法 那当然也不是说 每次因为最正式的方法走不通 或者是说害怕他会失败 所以我们其他事情就不做了 那各位都很清楚 从27582决议以后 其实台湾就被隔绝在国际社会之外 那这个隔绝对台湾不光是说 那么在参与国际活动上面 缺席的这个缺憾而已 那对台湾人民其实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没有在国际组织里面历我们的外交观 我们没有在国际组织里面给予我们学习国际关系 还有各种科学技术的人员训练的机会 那使得我们对于这个国际组织的规则 活动互动的这些礼仪或是原理 那甚至深知到其他国家政治操作的方法的这些知识 其实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机会做训练 那其实不是说每一年碰到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我们才突然觉醒觉得说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然后办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活动投书 那甚至譬如说透过有办法发言 那等到这个热潮过去以后 我们又什么事都不做了 又要等到明年再重来一次 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想要真正的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呢 该做的事情 那我想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友邦 虽然数量相对来说不是绝对的多 但是他们都是联合国会员国 那他们在联合国也都派有代表 那有个国家比较穷 很可能代表人数不够多 或是还没有派足 那其实这都给我们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透过友邦他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呢 来加入联合国的活动 那间接地训练我们的外交官 或者说我们的学生 那其实说实话啦 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注意 我们在联合国下面的附属机构 其实在某些层次上面还是有参与的机会的 比如说WTO 或者是甚至亚洲开发银行 那我们都有代表团在那边 那何不在平常的时候呢 就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开始训练我们的这些见习生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好例子 那美国在1986年87年间 大量的推动反攻法 甚至把巴勒斯坦列为恐怖组织 虽然说美国总统都有给予他们一些豁免 那巴勒斯坦在美国处境如此的困难 可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巴勒斯坦在纽约派驻代表团的人数 以及还有派驻的素质 那就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那甚至在打压之下呢 也不放弃 那也不会感到挫折 觉得害怕 觉得没有用 那继续的努力之下呢 才使巴勒斯坦今天能够得到 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 那巴勒斯坦甚至呢 已经在国际刑事法院的 这个罗马规约里面呢 取得了正式会员的资格了 那这些都说明了 那不是呢 一次性的 或者说所谓的外交性的 宣传性的活动呢 能够让台湾真的顺利的加入联合国 那积极的努力 来采取平常准备工作 那透过友邦 来在他们的代表团里面呢 间接接受训练 那利用我们现在 在联合国下属的各种机构里面的 常驻代表和机构的设施呢 来给我们台湾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活动的学生呢 一个见习或参与的机会 其实这都是可以做的 那当然我们也都很清楚 知道说好像 我们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去提案或者是申请加入呢 好像势必作为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长安理事国的中国 一定会提否决权 那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县账里面有特别规定 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它有一个条件限制 就是它的设己事物 它是不可以行使否决权的 那中国一向认为 台湾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认为台湾的加入联合国 是一个分裂行动 当然它有可能会行使否决权 可是问题就是因为 刚刚所提到的设己事物 这个条件限制 使得它行使否决权 确实会有一些 法律上面的阻碍 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好了 那大家也许也会说 那俄罗斯也会行使否决权啊 不过我们如果看过去几十年来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行使否决权的次数和记录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苏联和中国是这五个 常任理事国里面 行使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危机 或是可能性呢 我们就不再提案 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呢 我想这都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那最后一点当然就是说 不提案 不正式管道来加入联合国 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人也认为说 那维持现状就好了 那也没有什么 直接牵涉到我们 日常生活的困难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远见的思考 那对台湾整体来说 那么中国一直不断的 在这个国际场合里面声称 代表台湾 相对来说台湾对这样子一个声称 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回应 或是就算有回应好了 我们只是在报纸上投书 或是说呢 在NGO里面活动 那甚至政府呢 发表一些相对比较虚弱的声明 其实是不会改变 他们积极主张所造成的效果的 那台湾既然常常声称说 自己是国际法的主体 自己是一个实质的国家 自己不受中国的统治 有独立的主权 那么也有非常完整的治权 那这些的说法 我想都不能只对内说 那对外说 联合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那么在联合国 这样子一个平台里面 对外声称 我相信就算是有 譬如说中国的友邦 来积极的反对 那也会有相对来说 台湾的友邦 来积极的支持 甚至有些国家可能就默不作声 那这个默不作声呢 那么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所以这是从所谓台湾的国家主体地位去思考 那刚刚另外还说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 来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各位你可以想想到 联合国下面的专门机构有多少个 那我们台湾很多的学生 学习国际政治 学习法律 学习外交 那都没有适当的工作 那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能够加入国际组织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就业率会大大的改善 那他们对于人生的志向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们证明加入联合国 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表的话 我想它的好处是远远大于 它所造成的困难和危险的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是具有急迫性 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里面的主 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几乎已经是进入一个高密度的阶段了 可是相对来说 我们却毫无任何的平台 可以加以回应或反击 那对台湾确实会造成 一个非常严重不利的影响 所以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简短的解说 能够理解 那么我们台湾目前所处的地位 加入入联合国必要性 那加入联合国方法 那以及当然就是说 透过这些方法 我们来评价 我们所采取的策略 还有呢 凝聚大家的共识 让这个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呢 成为我们台湾迈向正常国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奏曲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那它是一个持续性的 连接到世界 村 地球 公民平台 还有文明世界的一个管道 我们绝对不应该 丧失这样子的管道 还有漠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以上是今天 要跟大家说的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